大家好,我是PACS医生 朋友们听说过机器人做手术吗? 不必大惊小怪,这个技术早就有了 而且的话呢,现在临床当中已经有应用了 最出名的机器人系统是达芬奇机器人 但是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可能跟你想象的不是完全一样 并不是真的是机器人他自己去做手术 不是的哈,还是需要外科医生来操作的 是外科医生在一个远离手术室的地方去操作这个机器人 然后这个机器人的手臂给患者做手术 医生的视野是3D的 所以是一种沉浸式的手术体验 有非常好的,放大的作用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这是机器人的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刚刚讲的是个3D的 所以的话呢,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第三点,机器人的手臂非常的灵活 你想想咱们人的手啊,这个活动的角度 它是有限制的 那机器人不一样,它360度旋转都可以 所以它比人更加的灵活 第四点呢,就是我们人上了年纪之后 或者紧张的时候,手难免会抖 大家想一想,做一些精细操作的时候 我们的手在抖 那对于患者来说是有危险的 万一你手抖没有切准,切偏的位置 那对患者来说可能会造成负损伤 那么你操作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的手臂可以指哪打哪 不会抖 这就是手术机器人的优点 当然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是双面性的 有优点肯定有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贵,非常的贵 这东西你只要开一次机就要好几万块钱 那么整个手术费用比常规的抚强筋手术要贵很多 而且机器人手术医保不能报销 为什么手术费这么贵呢 因为那个机器就很贵 如果你收的不贵的话 机器的成本钱你都赚不回来 第二点,术前的准备时间要比较长 你要连接安装机器人 把机器人的手臂装到患者体内去 这个术前的准备时间比较长 这是目前制约机器人手术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些缺点肯定都会被克服 那么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有大批的外科医生失业 因为做传统的手术 可能需要三个四个外科大夫 但是做机器人的手术 一个外科大夫就够了 因为不需要外科助手 机器人它有好多个手臂 它自己可以充当助手的作用 而且的话还可以实现远程做手术 比如说你要找我割痔疮 你都不用来北京 你远在千里之外 我就可以给你割痔疮 在那边让人把机器连接好 我在这里就可以操作 就可以帮你把痔疮给割掉 因为现在有5G的网络 以后有6G的网络 完全没有延时的情况 完全可以实现远程操作 怎么样 听起来是不是很高级 医生操作手柄跟打怪升级一样 就帮你把手术给做了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样的知识 关注我 关注PregX生 每天进步 一点点 感谢观看